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範例4的第二小題 我們在題目怎麼說呢? 題目說這個甲裡面永遠會維持著兩顆球 那乙會維持三顆球 那這五顆球裡面會有兩白三黑 那先把你先假釋好這個行舉證的狀況 A的意思是說 甲箱子裡面有兩個白球的機率是A 一白一黑的機率是B 沒有白球的機率是C 所以你這個知道A指的是兩白 B的話指的是一白 然後C的話指的是沒有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那個 在這個題目裡面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定義 好,那接下來還要算那個轉移方針 那轉移方針是多少呢?這個很重要 就是裡面的每個元素的定義是什麼很重要 那其實可以從定義來看這邊 它這邊是兩白、一白跟沒有對不對 所以這個老師告訴你一個概念 你把這個兩白 這叫行舉證的沒有強度 它是一條線 然後你把它往右邊延伸出去 變成三乘以三嘛 把它變成一個面 聽懂我的意思嗎? 也就是說我的意思說白是兩白 OK 然後呢這裡也是兩白 這裡也是兩白 我的意思是說這邊第一個部分 一開始都是兩白 然後但是是 因為我們希望是兩白 一白跟沒有嘛 所以是兩白變成一白 我的意思是說 本來是兩白 然後後來變成一白的幾率 還有本來是兩白 欸,對不起 本來是兩白 後來還是兩白 然後這裡是百是兩白 後來變成一白 然後本來是兩白呢 後來是沒有的幾率 要把它算出來 好,這是兩白的部分 然後第二個部分呢 只能就是一白的時候 一白 一白 我們要符合這個定義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 我們的舉證裡面呢 我們的這個 不管是行還是列 都要符合這個要求 就是你看這邊 這個希望最後結果是兩白 一白一白嘛 然後但是我們橫了過去的時候 也希望是出現一開始的情況是 它的初始狀況是兩白 一白跟沒有的狀況 聽懂我的意思啦 所以這邊的兩白變兩白 這邊的一白變兩白 這裡的一白還是一白 然後這裡是一白變成沒有 OK 然後第三個部分是本來沒有 後來變成兩白 本來沒有後來變成一白 本來沒有呢還是沒有 OK 好,我們把這個拿掉一下 好,這是我們一開始要弄清楚的定義是怎麼想的 好,那當然我們開始要把它做計算啊 來吧,開始算吧 第一個 本來是兩白的機率呢 是多少 一開始 兩白,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看這邊嘛 它不是兩顆白球嗎 好,那麼他們是兩個互換喔 兩個互換喔 兩個互換 並不是說,先拿過去那邊沒有 就是說,我從兩白裡面呢 比如說假箱子不是兩顆白球嗎 一開始兩顆白球嗎 那我拿一顆過去 然後乙的話呢,就會拿一顆過來 那像這個機率肯定是零 為什麼 因為當我講 一開始假箱子是兩白的時候 就代表 假箱子是兩顆白的 那乙箱子呢 應該是三個黑的 所以他們兩個取一顆互換的時候呢 不可能出現最後結果還是兩白的嘛 因為它並不是先後 而是同時取出互換 這個很重要喔 因為如果我們有先後順序的話 那答案就不是零了 OK 好,那再來 兩白變一百呢 這肯定是百分之百吧 對不對 肯定百分之百 為什麼 因為我會拿到我的一顆白色過去 他一定會那顆白色 黑色過來 所以肯定是一百 OK 然後呢 兩白變成沒有呢 這個機率呢 肯定也是零 為什麼 因為你兩顆白球 你只各拿一顆互換而已 所以這肯定也是零 因為 結果肯定是一百一黑 好 這是第一個情形 我想應該不難 那這邊你看到我這個key裡面 告訴你有沒有 他說 假箱子說是兩百的話 代表假是兩百一是三黑 OK 好,那如果假是一百的話呢 你看這邊 我告訴你的 假是一百的話 對他而言應該是一百一黑 一的話是兩黑一百 那他當然互換的時候呢 來我們開始看吧 一百的話 我們拿過去 結果 後來變兩百的狀況是什麼情形 一定是我拿黑的過去 他拿白的過來 那我拿黑的過去的機會是多少 是不是二分之一 對不對 那他拿白過來的機會是三分之一 OK 好,那另外一個情形是 一百過去還是一百 那 這個就比較稍微要 複雜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你有可能拿白的過去 又有可能拿黑的過去 結果都不太相同 好,那我們先想一下 如果我們拿白的過去 他拿白的過來呢 也是一百嘛 對不對 那這種情形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我拿白過去的機率是二分之一 乘上 他拿白的過來呢 是不是三分之一 對不對 好,還沒有結束 如果我拿黑的過去 他拿黑的過來 也可以 所以我拿黑的過去的話 是二分之一 他拿黑的過來的 是不是三分之二 對不對 OK 好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結果 好,那第三種的話 是這個 一百過去呢 最後變得沒有 那肯定是我拿白的過去 他拿黑的過來 那我拿白的過去是不是二分之一 他拿黑的過來 是不是就 三分之二 OK 這樣就變成兩個都是黑的 就變成沒有白的 好 那第三種情形是兩個都黑 白箱子沒有零白 那沒有白的話 當然是兩個都是黑的 那代表 一的話應該是兩白一黑 好 那如果要出來過這邊 就是我拿一個黑的過去 他拿一個白的過來 有可能出現兩白嗎 不可能嘛 所以機會是零 機率是零 好,那如果 我沒有過去 過來是一百的話 肯定我拿黑的過去 那這個是百分之百 他拿白的過來 是不是就三分之二 對不對 好,那再來 還有一個情形是 我拿黑的過去 他拿黑的過來 那還是兩個沒有 所以我拿黑的過去 百分之百 他拿黑的過來 是不是三分之一 OK 這樣子 那這樣子 我現在算出來 我的轉移方正 所以我轉移方正 答案是多少 答案是0 六分之一 0 還有1 0 這邊是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 下面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OK 所以第一算出來 就是他的轉移方正 就算出來了 好,第一題 第一小題 好,那第二小題 他說 如果一開始的時候 假是兩個黑球 那麼交換兩次以後 假是 黑球的 還是兩個黑球的幾率是多少 兩顆百球的幾率是多少 好,那這個就要開始要去做計算了 對不對 好,那第一個 我們先開始定義 好,第二小題 我們去定義他的初始狀態 他的初始方正是多少 是不是應該是001 為什麼是001呢 因為他講說 一開始假有兩個黑球 所以 這是兩白 這是一白 這是沒有的 所以當然就是兩黑 好,那我們就開始算了 因為總共算兩次 那就第一個 我們就拿 0 六分之一 0 1 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 0 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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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乘出來的結果 就是 這個應該很好乘 為什麼?因為這兩個都是0 只要看最後一個就好了 所以肯定是 0 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 好,這是第一次 好,那所以第二次呢 是不是再做一次 好,又來了 0 六分之一 0 1 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 0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好,去乘上0 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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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答案算出來的結果就是 九分之一 九分之五 九分之五 跟九分之三 九分之三 九分之三就是三分之一 OK,好 那這個呢,其實答案已經全部錯錯算出完了 為什麼呢? 因為 他說兩次之後呢 兩顆黑球 這個結果裡面呢 兩顆都是黑球 九分之二 是不是這個 這是兩顆白球嘛 這是一百的嘛 對不對 所以 很明顯的兩顆黑球的機會是三分之一 那兩顆白球呢 可以直接看這個答案 這邊 所以你看到,舉升的好處就是 我計算過後呢 我的結果呢 就通通算出來了 通通算出來了 好,那再來第三個 他說多次加換之後 還是一樣是兩顆兩白的紀律 那這個當然是求什麼東西 穩定狀態嘛 對不對 好,所以第三個呢 求穩定狀態 要有什麼構思 用AY等於Y嗎 好,那A呢 就已經知道了 就是 0 六分之一 0 然後這裡呢 1 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 再來0 三分之一 乘上Y 好 乘上Y的話 我們就要假設什麼東西 假設這個 兩次的時候呢 是 X 然後 都是沒有的話 是Y 中間呢 是不是就1-X-Y 對不對 1-X-Y 那當然 如果你不要這樣假設 也可以 也可以 就看你 你怎麼去定義它 那我們做法最上次好了 我們假設 還是按照順序好了 1-X-Y 這樣方便去做思考 那我要答案是這個 跟這個 記住就好了 好 那當然就是一樣把它乘開啦 好 乘完結果呢 應該等於自己 還是等於這個Y X Y 1-X-Y 好 那就開始乘吧 那就一樣 選集中能算去乘去好了 那就他乘他 第一列乘上第一行 所以就變成了 六分之一Y 應該等於這個X 第一次 另外一個呢 這個一樣 其實 都一樣 你就用第二列乘上第一行 要等於這個Y 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了 X加二分之一Y 加三分之二的1-X-Y 等於Y 那你解釋連立方程式 這個應該不難解 因為已經告訴你X是六分之一Y 但你去算就算出來了 好 所以答案算出來的結果是 X等於 十分之一 Y呢 就等於五分之三 好 那很明顯的 我要答案是這個X跟1-X-Y 對不對 好 所以兩個都是白的話呢 兩白機率 是多少 所以這X就是十分之一 兩黑呢 兩黑機率是不是就是 1-10-3-5 對不對 那就等於 十分之三 十分之三 OK 好 所以答案就出來了 答案他說兩黑的機率 這裡 十分之三 兩白的機率呢 是十分之一 OK 好 答案就算出來了 好 這個你看一下